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你的这个项目非常的上天入地 比较广 所以说刚才还研究到了一个北纬三十度 对吧 刚才余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很著名的轴心时代的学说 就是说当年德国 您给大家讲一讲 您知道吗 亚斯贝尔斯 德国的一个哲学家 亚斯贝尔斯他关注到了一个现象 说人类的文明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之间 突然成熟了 各个地区的文明成熟了 他成熟了一个状况就是出现了超越性的突破 而且这种超越性的突破都是在北纬三十度上下 你看当时中华文明是孔子 诸子百家 然后还有印度教佛教文明 释迦牟尼 古希腊那边是什么呀 苏格拉底 就是这种圣人迭出在同一个时代 你看一个中国地理上的一个现象 你会觉得很有趣 长安 秦长安 魏阳宫 往东一直拉过去 你一直正对着什么 就差一点点 就是曹操的东陵结石那两个结石 东大门 然后秦始皇还在那建了一个观海棠 是不是 这个连在一起 刚好是一条横着的线 坐标 再从这个线往南北 韩谷关 紫武县 一直同岸城 正好是一个坐标 所以汉书上说刘邦必须得搬到 从洛阳搬到长安 就在那建他的第一个宫殿 就是这个道理 那是龙的七寸 蛇的七寸 蛇的七寸 他必须重叠在秦始皇的力量之上 借秦始皇的力才能够统住九州 这是说 这带有点 有点意思 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探索的东西 所以说你像人很有意思 比如说有些东西咱们觉得那好像是迷信 不愿意去深究 可是实际上通向未来的也有一种创作 我们到底很愿意接受 并且愿意去发想 比如说科幻小说 对吧 其实他都是 你知道今天这个余老师来 我就觉得他刚才这个谈悬 很适合谈谈最近的一个事 就是要不说这个方位 在我生日的这一天 也是天地震动 你知道吗 8月21日 他上次给我算过 你看我这生日 都来给我助兴 中国女牌夺冠 对吧 而且还有咱们国家的一个80后的女作家 郝景芳 得奖 得了余果奖 上一起是刘慈欣 三帖 这家伙中国人的事迹 感觉真到来了 他是中短篇小说 他写的小说 引起的争议 也不叫争议了 引起的讨论 倒还不在科幻 我觉得这两天听他们聊 曹老师您看了是吧 看了仔细看了 来来回回看了 从小说本身来说 我觉得它的技巧上还欠成熟 比如说主人公的这个动机 就先没有叙述清楚 以后的故事再怎么展开都显得弱 为什么要这样做 无论你后面展开的多么玄妙 就是首先一个目标不清楚 小说你首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设一个悬案 设一个课题去解决 这块有点弱 咱们不谈它的文学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一个秘密 这个小说谈的实际是一个 影射的社会 后来我看有一个采访他 他说他实际对社会学很关注 特别关注社会学 他希望他的小说能够影射 能够波及干 或者不叫干预吧 不要给他乱 就是讨论社会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 他在书当中 这个故事当中影射的 咱们可以看看他 听说是个清华美女 她学物理 后来学天体物理 后来又是经济学的 什么博士还是硕士 我记不清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郝景芳 郝景芳 国民现象和国贸现象的一种折叠 他能比较了解 而且我们可以接着看看他下面的这个图片 就是他的小说表现了呀 主要引人议论的就是啊 三个世界三重天 要叫我说 那咱们可以看看啊 空间折叠 空间折叠 就是说啊 第一空间的人是最尊最贵的 对吧 这帮所谓精英呢 他们是制定法律规则的统治者 他们居住哎不要不要换嘛 他们居住在地面上哎 呃 他们居住在地面上 呃 比如说在48小时当中啊 他们享有全的24小时 然后他们睡的时候就就翻过来了 翻过来之后呢 另一层的是有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 第二空间算是中产阶级 对对对 第三空间就是什么垃圾工啊 清洁工啊 他们这个中产阶级享受的时间还多一些 享受白天 嗯到最后呢 可能最底层的第三空间的人 活的最惨 享受的时间也最短 你看看在下面 这就是人们 其实引起人们讨论的是这个 因为富人中等人 穷人 你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个特殊的 呃 叫什么 呃 重叠现象 不叫重叠 跟历史上的巧合现象 嗯 你看风神演绎 嗯 神仙道 神道 人道 对 西游记 仙道 神道 人道 哎 还有还有妖魔道 嗯 你这个他和这个折叠有某一种人负着某种使命 他能够穿越这个空间 这是这是一个巧合 嗯 还有一个历史巧合 西游记也罢 西游记也罢 还是封城演绎最后成书的时间 这两本书的成书时间都在万历期间 哦 万历是个什么年代 买官欲绝 中国从此走向了一个贪腐 最后对付不了清朝满清 哎呦 您这个分析很高 非常有意思 对 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折叠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三重天 其实是在这样在某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 物质达到了某一个高峰 你再看 封城演绎最初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本子 应该是在南宋 嗯 在南宋南宋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非常社会非常动荡但非常富饶 你这么一看这种巧合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也可能这个这个美女作家直觉上感受到了什么 也可能这就是中国的一种神神话演绎 或者叫神棍演绎的这种传统 其实不是科幻小说 也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 曹老师说的这个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小说的利益啊 是代表一种普遍性 因为他这个小说一出来 我就跟我太太的说 我说这个创意N多年前我就有了 哦 我有我有我有两次 一次是在安定门 一次是在旺津 啊 在安定门那次是是是下雪天 然后在那个旺津那次是从旺津到中关村穿越 我一下子觉得哦 北京不是一个北京 至少有两个有三个以上的北京 比如说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那些底层人他的生活方式 确实就是晚上八小时属于他们 包括我曾经在那个北那个东武环 我啊也住过 那一到那个晚上下午下班的时候 那些底层人都出来了 白小摊啊 卖烧烤啊 卖那种夜宵啊 晚上就是他们的天下 然后你就觉得啊 这些人他的生他的生活的视角跟白天的那个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是一个 所以我当时就说哦北京不是一个北京 所有人认为北京是一个北京的人都是错误的 后来还有个人给了我一个什么 我不是跟年轻人接触比较多吗 嗯 有一次一个四川的一个中学生来北京跟我讲 他是他是在北京生活了半年 他就说成功人士是不会坐地铁的 我当时还很吃惊 我说这么一个小破孩就想就想不坐地铁 或者北京的交通你应该都坐一下呀 他说那是下等人做的 或者中等人做的 诶 他的眼睛里面都已经是把北京分分分层了吗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觉得可以回应曹老师说的 他是你说那个风声演绎这些东西 你这个东西我也承认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小说的一个解释一个增值 但是如果把好景方的小说放在当代的这个网络的小说的大潮里面看 他也不奇怪 网络小说文韬知道 大家都说歪歪 是吧 都是这类小说 歪歪在细分 有一个细分的大类就是穿越类 是吧 为什么大家要穿越 就是说明我的生活 我的这个所属的这个阶层被固化掉了 固化住了 我必须穿越 所以呢 就是可能没看过的人还不懂这个穿越 他说的是啊 在第三世界第三空间的这么一个老垃圾工清洁工 他为了让他的孩子上这个要交一万五才能上的幼儿园 他就执行了一个特务的使命 帮第二空间的一个人送信到第一空间 拿到酬金再回来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穿越的意象 但是你刚才讲这个这个阶层固化啊 我有时候 现在人们讲 哎 包括这个这个习近平主席经常都讲 我们要防止这个什么固化 哎 比方说当年这个在古代社会 那算不算固化 你像印度 四大种姓 对 什么守托罗沙地利 波罗门 对对对 那那个固化 为什么似乎没有带来很大社会危机 在在相对的一段时间内 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 或者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各个阶层的生活 是彼此看得见的透明的透明了 现在可怕是这几重天呢 对互相看得见 印度这个种姓制度也是被佛教冲破了冲击了 印度比如说那个在三级的那个那个 社利塔上面专门有一些雕雕雕雕雕雕雕的人 奉献了一个门 门上在就整个门是他们雕的 旁边很不起眼的地方说 这是专门做雅雕的一个小群体 一个行会正奉献的这个门 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门 这个雕雕雕雕的人是属于下九流 根本总性制是绝不允许他们 在那个地方 介入任何公共场合的 在公共场合出现 属于不可触碰的肮脏人 佛教给了他们这个荣誉 所以佛教在印度慢慢就衰落了 也是 那比如说你的意思是佛教想追求平等 反而被那个阶层的固化的阶层更能 对原来是在那出现了一下 而且是出现了之后 总性制度固化了的阶层 他一定不允许 人啊 追求平等的 对保证他这个固化状态 把佛教给灭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实际上呢 人生而不平等 我觉得这是个绝对真理 就是人就分三六九等 应该讲即便佛教他众生平等 但是他在传播过程当中啊 他一样造出一个 我不能说是等级 比如说六道轮回 有天人啊 他的生活水平和我们这个人不一样 对我们人呢又比这个你看 畜生恶鬼地狱 哎有的时候我们报道一些个 就比如非洲啊 或者那些个生不如死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有深刻的感觉 就像郝景芳这个小说北京折叠 何止北京折叠啊 对地球就折叠 用不着死了之后下地狱 你今天看见环地球 你你从你从曼哈顿 你看到北京 你就能看到有的人过着天人的生活 有的人过着什么 这个这个什么叫天龙八步 还是就是人的生活 有的人过着畜生的生活 有的人就是活在地狱里 是有的人生下来嘴里叼着一个银勺子 这是英语说的 对啊 就没有天理 没有一个公平之说 刚刚那个余老师说到的这个 他看到的生活的穿越几个世界 我在美国觉得美国是一个很平等的社会 有了孩子之后 晚上哄完孩子睡觉 接着再到办公室去准备第二天的课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在美国没有想过 从来没想过那天遇到 一开办公室的门 发现一个比我老很多的女的 在那打扫我的办公室 我刹那间穿着制服 清洁公司的制服 我刹那间明白我的办公室 为什么老是这么干净 哦 什么东西都没有动过 他夜里 我进去的时候 他还蛮惊慌失措 拼命跟我解释 我没想到你会来 哦 你们两个人穿越在一块了 突然 他是夜里 那个这个这个清洁公司 永远不在白天 不在任何有工作的人的时候出现 他总是不打搅你 悄悄的就进来了 他们公司都分得很清楚 什么时间到哪个楼 什么时间到哪个楼 他看到我很惊讶 这个穿越就像你说的这种 在北京突然发现实际是两个世界 嗯 我们的在美国我看的两个世界是 刹那间在我办公室里 嗯 可是你说这难道是个有解的问题吗 他 中国古代对这种东西的解 我觉得还是 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通过读书 通过一套制度 比如说科举制 从下层希腊人才上来 然后中国过去 所以刚才你讲的那个印度的那个四大种性 中国也是四民社会吗 是吧 市农工商 市农工商 也是阶层之间 他也有一些不可预约的东西 但是这四个阶层之间都知道 我自己的孩子一旦读书 考取了公民 他的阶层的穿越就完成了 诶 科举 对科举 但是最近又有人说了 说这个过去讲这个从来寒门 那的话就怎么说了 寒门不再出柜子 就寒门 今天人家讲了 说寒门 过去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对 可是今天我还跟你说你要改变一下 因为很多种反应表现出来 这个成绩好的 开始往往都是富人家的孩子 是的 过去我们老理解穷人的孩子最刻苦 但是现在真的我们观察到一些现象 因为现在学生的这个科业负担 你这些兴趣班 从小给孩子上的兴趣班 请家教 请私教 英文补习 这些东西就能够使得你的孩子 在教育资源上 就能比这个穷人的孩子有更大的便利 对 就表现出来 虽然有些寒门学子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生变 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 就是说 我们穷人的孩子 我们比他们富人的孩子 多了刻苦和坚韧 我们能补上这个不足 但是我看现在 这个补啊 越来越困难似乎是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到这几年 在国内待的时间多 也观察的多了 发现一个现象 有人最近跟我说 我必须介绍你认识一个新朋友 他是某某大学的博导 他爱人也是博导 他儿子 现在是硕导 儿媳妇也是硕导 都从一个大学的 我说怎么那么巧 他儿子是读他爸爸的研究生 儿媳妇是他妈妈的学生 这都是 这就是现在学校里面的一个现象 叫近亲繁殖 在其他的地方 这个不是很好 对 是吧 不是很好 应该是 我得罪 说太多了太得罪人 面子太大 他们说是学术腐败 也有人这么讲 咱们这个古代 就有这个回避制度 是的 回避制度 这个一点毫无顾忌的 没有回避了 我觉得 那就是现在的 这几个精英阶层 都把资源 基本上控制在自己手里 也希望把这个资源 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还听说有个交换 你的儿子到我 读我的博导 读我的博士 我的女儿读你的博士 是啊 这样的就把教育资源 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 让下层或其他阶层的人 没法分享 所以这寒门再无柜子 就是你可以考试 你可以考成状元 状元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呢 资源在我们俩手里 嗯 对 其实这个问题啊 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没错 就是咱们过去老觉得 中国很难搞 嗯 其实我现在发现西方也很难搞 就是这个贫富差距啊 嗯 在任何一个国家 似乎都是越来越大 就是那天我看到一个数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所夸张 是一位学者写的文章 如果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我觉得太可怕了 他说现在就是世界上 百分之一的人嗯 掌握了百分之五十的财富 全球 这个是 百分之五十的 另外的人 分享这百分之五十的财富 嗯 而且这个这个趋势在加大 也就是说所谓的中间阶层 就第二空间的人呢 在萎缩 对 到最后就说特朗普 这种得势 为什么 嗯 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变成 极少数的富人 或者说精英 嗯 你们非富即贵 可是广大屌丝之间的矛盾 对 我就看你不顺眼 嗯 这种越来越冲突 我再查一句 就是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地方 虽然明显的这种夫妻家庭的现象没有 可是有一个家庭 我很熟悉的家庭 说他的几个孩子 六个孩子 通通考上了哈佛大学 上了哈佛大学 我虽然夸他孩子都很聪明 较之有方 但是我心里觉得 不会这么巧吧 六个都这么优秀 我也后 就是当天晚上慢慢聊 就知道了 啊原来他们给哈佛捐款 原来他们都是 都是这种哈佛校友啊 什么这他 还是有这么一套体系 所以你说西方 好像咱们感觉他不靠这个啊 对 我最近看到有一本书 西方一个学者 他搞一个有趣的调查 嗯 他就调查很多人 就是你长大了之后 你的事业 你的收入 就是说 跟你的出身 跟你的这个父辈 或者你的家庭 所拥有的资源之间的关系 最后你知道 给他居然得出一个参数 叫做呃 7 0.75参数 就是他认为就是说啊 你这孩子今天啊 你挣的一块钱 里头有7毛5 来自于你的家族背景 和你的出身 我那个刚才文涛不是说 我研究研究过家族史吗 对 我研究家族史 其实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 跟今天谈的这个阶层固化有关系 就是说我看家族史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自然规律 我觉得可能也算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好的因果 就是每一个家族 就是好的发展的家族 在每一代人手里 或者在几代人手里 要实现这种阶层的 这种圆满 都要经过一遍 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国的 是士龙工商阶层 是吧 士民这个社会 那么这个家族 在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兄弟之间 要有这个士龙工商的一个 不由自主的分工 比如大哥可能是做官 二哥可能去做文化 三哥是经商的 有这样的 还有我们自己 每个人一辈子当中 也要经历这几大阶层 比如说有的人 挣了点钱 我去农村 我也去玩一下 农民的那种 那个东西 是吧 农民的那种田园生活 享受过了 我再去读读书 再去参与一下文化的事 就是他要经历 才能圆满 他不是说像我们街村过话 我伤人 一辈子只经商 我的孩子也经商 我是文化人 我一辈子只搞文化 我的孩子也只搞文化 我对其他街村没有体会了 但是我刚才讲的这套 应该都要去经验 才是一个圆满 哦 是这样啊 对 那我现在就差伤了 是吧 我们先广告之后见 我不是为了向党表忠心啊 当然我就是向党表忠心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最近开始啊 越来越多的想这个共产党的当初 嗯就是从最早的这个空想社会主义 一直到共产党的这个初衷 哎 我觉得这就是个问题 我今天算明白一件事就是 你要不让大多数人过得跟你一样好啊 嗯 结果你自个是过不好的 是的 你就是就是这么个问题 其实共产党跟中国辱家 跟中国传统的思维最不合拍的一点 就是这个军 乘胜无广不换平换不均 嗯 嗯 所以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号召力就是我要军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了这个疑问 我就说我那天看见那篇大家写的文章 嗯 他就讲说啊 哎 跟好警方的小说里说的一些呃都很类似 嗯 就是说比如我们说哎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决这个毛 大家不要不不不是一样穷吗 对吗 好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 嗯 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不一定 嗯 一部分人羡慕起来啊 另一部分人可能是永远的沉沦 因为什么你看好警方的小说里就写啊 这个科技发达了 本来处理垃圾都用不着底层工人了 机器人 就是说你们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 都没有 是的 你们属于扶贫事业 对对 这个你刚才讲那个对于共产党人的早期的理想的看法 我在好多文章里面引用过陈南青的一句话 嗯 他就说早期的 他用了一个伟大的词 他说早期的伟大的中国国民党的人 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人 他就认为他们那种理想精神 追求平等的那种东西 还是人性共通的 也是人类共通的 否则的话平等这个这个这个概念 他不会成为现代人文明的一个基石 可是你觉得真的有平等吗 你像中国古代啊或者说是很多古老的社会 嗯 你看他又培养那种说你要本分 嗯 农民嘛你就不要有野心好好做你的农民 呃似乎社会在这种道德下也能变得各安其分 都是老实人 嗯 但是今天似乎是谁也不安于自己的这个职业 或者说地位啊或者说财富啊 就是现代世界他他我们确实我们我们当下的世界进入了一个 怎么讲的有点有点是一个是一个失衡的或者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他过于把那个人生狭隘的定义在一个物质基础之上 而对智慧的生活对精神性的生活他关注的不够 关注不够 但是一旦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身心状态当中 发现这种精神性的和智慧的生活也是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这种固化当中 不仅仅能实现某种突破 实现圆满也能实现超越 我举个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像好多信佛的人没有说像那些啊那些方丈啊那些主持一样整天那个飞机来飞机去的啊 享受那种那种佛教生活你的上等的生活 对他们在下面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扫地的对是吧 但是他们那种就像金庸的那种小说里面有个扫地僧人样 那是武功高得出奇是吧 有这个圆满 还有好多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些例子 那些那些看门的那些扫地的那些和尚 他反而比那些方丈更能实现我们说的那种大圆满 但是我觉得您这也是在第二空间说着第一空间的话 第三空间的人听得明白吗 哈哈 好 放 大家 有一千二 这个 是 小